我国再度发生一起可怕的虐待动物事件 在雪州乌鲁冷月一处住宅区 今现一只猫咪被人以铁线绕颈 掉在窗口上 居民发现时猫咪已经死亡 目击者指控 这起虐猫事件应该是外籍人士所为 这起事件是在星期五大约早上十点 被当地的居民发现 当时一只黑色猫咪被铁线紧缠绕着景象 就这样挂在窗口上 死状相当的恐怖 目击者表示 之前曾经看见黑色猫咪和一名外籍人士同住 因此断定猫咪是被对方杀害 在脸书揭发这起虐猫案件的动物协会指出 当地居民已经在昨天前往警局报案 不过一直都没有看到警方到现场搜证 有关的协会促进警方尽快展开调查 别对如此残忍的虐待动物事件做事不理 动物协会认为 必须正视虐待动物的不良趋势 如果一再纵容 恐怕在未来虐待动物会演变成对人类狠下毒手 到时候果将不堪设想 是什么事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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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